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懂得怎么当妈妈 母子三人一起放声大哭 不过现在是越来越有心得了 她常常说先做该做的事情 再做想做的事情 因此小朋友很懂事 而佩真也不让自己变成一个 碎碎念的妈妈 台湾好媳妇佩真 结婚后迅速升格当妈妈 近来为了小孩就学方便 搬到位在台北东区的新家 大方公开居家生活 欢迎光临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新的房子 但是我们重新装潢了 你房子还旧的阿公 外公 这个这位是我弟弟 对啦 大家好是座座 一家人难得在镜头前全体到齐 新家的装潢走白色乡村温馨风格 很显然由女主人包办大小事 她都没有想法 我也没有想法 完全没有想法 就是能省就省 她一直在节省预算 然后我都没有在管价钱 我就说我想要怎样... 要谁 就她也呢 因为后来我知道 这个老婆开心最重要 在家里的地位高低 从房间结构也能看得出来 很宽阔啊 采光又超好 妈妈们为什么要窝在厨房热得要命 冷气很重要 厨房的大小就象征着 女主人在这个家的地位 风水我很懂喔 也没有做时间了 客厅不用太大 够用就好 因为客厅是象征男主人的 其实餐厅是算一家人最重要的 联系感情的地方 重视家人感情是佩蓁从小在父母身上学到的 自己当了妈妈当然也要一声作则 餐厅里特别不摆电视要专心吃饭 小孩玩iPad也有时间限制 假日他们有一个小时的看iPad的时间 就只有六个日 对 那就是把钢琴弹完 你该做的事情做完 他们可以玩 佩蓁坦言自己不想当个啰嗦的妈妈 总是把两句真言挂在嘴上 先做该做的事 再做想做的事 原来这项守则来自前辈曾博成 多年来佩蓁也受用无求 我跟他们说该做的事情我只要讲几次 几次 因为我为了不想要这样子变成一个 小小凉的妈妈 所以我赶快把规矩讲得很清楚 讲三次我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 我讲三次你会很大声 小可乐 小可乐 快一点 不要 平常总是忙于工作的王作萱 一个月有三分之一时间在大陆 只要假日在家 陪伴小孩弹钢琴 就是最佳的亲子时光 下一本太简单了 下一本太简单了 只是我不知道你敢讲 六岁的弟弟小西达 学钢琴只有半年 还在学习基础执法阶段 第一个是基础音乐 第二个是手指头 手指头的刺激会 帮助这个脑洞的发扬 达达是弹到一半的时候 他要忘记这是一件功课 他开始有在听那个音乐 久远还有点蛮有趣的 他会从中间找到乐趣 然后会觉得我弹得很棒 就会开始产生自信性 让孩子学钢琴好处虽多 要养成练习习惯 确实无比困难 我觉得大家都有兴趣 可是一旦要练的时候 他是很辛苦 他坐在钢琴前面 这半个小时 对他俩修炼 7岁的大女儿小可乐 今年刚上小学 学钢琴的时间虽然比弟弟久 练琴的耐心 还在努力修炼当中 但为什么不行玩玩再弹 一定要先弹完 应该先弹完再玩 再玩 因为玩完就不想弹 会不会 小女孩长大了 意见不但变多 吐槽妈妈也毫不留情 今天是跟她的同学聚会 去跟这些妈妈聊天 也是一种抒压 也是一种学习 你一直骂爸爸 我那一直骂爸爸 有 没有 所以就发现很不孤单啊 你一直骂爸爸 是因为爸爸一直就在那里滑手机 然后你跟爸爸讲话 然后爸爸都不回答 对 爸爸是不是很爱滑手机 跟我们在一起 然后你一直骂他 我没有骂 我是规劝 现在一年级了真的 她已经会硬碎硬忌 然后很多的质疑 当年佩真透过好友介绍 删嫁给医生王作轩 婚后赶进度 大女儿出生后一年 小儿子马上来报到 一度让佩真相当崩溃 她一哭她就哭啊 会吵到她 然后她是宝贝 她大概两个半小时 就一定要喝一次奶奶 对 那时候我还记得 我有曾经一手抱一个 两个都在哭 然后两个一直怎么样哄 她们都还是哭 后来我也在哭 我想说为什么你们两个 可以哭那么开心 我要来哭一下 好在育儿这条路 也能尝到苦尽甘来的滋味 我真的觉得现在 我是无比逃命的状态 因为她们两个可以自己吃饭 跟自己上厕所 可能会顶嘴 会质疑你 会聊天 可是就是因为这样互动就很多 我觉得很有趣 王作轩则说自己从小不爱念书 靠着聪明脑袋度过求学时光 另类教育法也常让佩甄哭笑不得 她是创造力很强 头脑很灵光 对 她还输我一点 数学她有算不错 就说这怎么可能 我从来没有算错过这点 超臭屁 听起来很臭屁 但其实王作轩别有用意 我不是用这个去给小孩压力 是说比如说像她 因为我觉得她有个态度 我不是很喜欢 就是她考试 像她考87分 那她回答确实说 有人考70 那我就觉得这个态度是不可取 我就问她说有没有人100分 她就说有 我就说对啊 那爸爸从小到大全部都100分 你就应该跟爸爸一样 这种时候我才会用这个东西去 算是刺激她 小孩到了学龄阶段 夫妻俩的教育观也少不了角力战 可以刺激脑部开发的课程 或是一些数学一类的 那我就是不是很喜欢 就说这个有什么好学的 然后她就说他们数学就不好 就是要学 但是我的观众 我就说 这不是就是你多少东方就出来了吗 为什么要学 但当她在讲这一大串 她自己就是很臭屁的过程当中 我其实希望的是她可以 把她自己的经验分享 或是自己教小孩 而不是只在旁边讲说 这哪需要学 这我以前很厉害 讲完走掉 因为我如果再讲就是说 我以前都不用学她就会了 那这样子好像觉得 对事情没有什么防止 所以说好不好 既然她们还是不会 那就去学吧 两个孩子拿到新玩具 看似有点难的立体拼图 短短两小时拼装完成 小孩从游戏中培养人格 以及对输赢的观念 两夫妻倒是口径一致 好胜心是对的 但是 是好的 是好的 但是你 我跟你讲 你在成为冠军之前 你要先学会认输 达达的状况是 他输了 他借口会很多 就他不管今天 譬如说踢足球输了 他就会说 因为今天怎样怎样 所以他才没提进 我每次都跟他讲 达达输很好 当第二名很好 因为表示你可以 在加油 再努力 而且当第二名人员会比较好 小孩的个性养成 从小看得出来 女儿小可乐属于 守规矩 乖宝宝型 儿子小溪打 则是创造力旺盛型 为了邀请朋友来家里玩 用膠带贴出跳格子游戏 然后有一天他就自己在那边贴 他就贴完 自己一个人就把他贴完 对不对 都他自己安排的 我们没有画任何的线给他 每对父母也都借由孩子身上 看到自己的影子 然后姐姐特别爱运动 就是他看起来是一个 文静的感觉的小女生 可是他竟然是非常喜欢运动的 所以他学瑜伽 学跳舞 这些我都让他去学 所以他才会那个 三秒就下腰那个大法师的动作 弟弟的部分就是 他树泥非常的强 而且他跟我小时候 非常像的一点 就是拿钱起来闻 然后这样 好香喔 好了 达达这没有不好 这没有不好 你看妈妈 小时候一直在闻钱 长到就蛮赚钱的 小小年纪的小溪达 对以后的工作也有了蓝图想象 叫他说他以后 礼拜一跟礼拜二要盖房子 礼拜三要开計程车 可能有一天我们做計程车 他发现計程车都收现金 对 然后礼拜五 礼拜六当医生 对 你讲错了 我讲错了 什么不行 好啦 咖啡厅啦 咖啡厅 为什么要开咖啡厅 然后长大就会喝了 因为他看我们每天都在喝 他觉得大人就要喝咖啡 好 用力 快点 爬到我的肩膀上 爬到我的肩膀上 其实他们一岁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说好 就这样就好了 两岁的时候就觉得这样就好了 就说不要再长大 等到现在 因为三 四岁的时候 会讲一点点话的时候 我们觉得好像这样就好了 再多就要硬催硬急了 等到现在真的 他都跟你硬催硬急的时候 其实也蛮有趣的 都觉得说好了 就在这里好了 我觉得这个阶段还蛮可爱的 然后还会过来说 妈咪 我可以尿尿吗 然后我觉得可以 就去 妈咪 我可以吃这个吗 然后我就会 好 那你吃 谢谢妈咪 就是什么都要得到你的许可 然后那个什么事情都要来问你 还会从后面那妈咪咪 这样子撒呐的样子 就好可爱喔 养育小孩每个阶段 有不同的乐趣和辛苦 上学后日渐加重的功课 与成长期的尴尬 也让佩真与老公更珍惜 此刻与小孩之间的亲密相处时光